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头搭的是咸豆浆 是吧 然后底下有不少观众留言 特别是河南的朋友 大概那意思就是 就是我们大河南美食难道它不香吗 啊 说起油条怎么能不提我们家胡辣汤呢 哎 这您别着急 这不是吗 咱今天就聊聊咱们大河南的特色美食 胡辣汤和羊肉会面 一个是早餐里的扛把子啊 一个是面食里边的呆头大哥 哈哈 在河南菜的地位啊 就像是热干面对武汉 啊 肉夹馍 羊肉泡馍对西安 卢煮炸面对老北京 那确实是不能不提的美食 常听向上的朋友知道 我们德云社有个演员叫岳云鹏啊 他们家就是河南浦阳的 他老说 吃来吃去 除了饺子 就是胡辣汤和羊肉会面最好吃 我每次去河南 也是 必点这两样 其实呢 算不上什么正八经的菜 就是日常离不了 隔段时间不吃 还就想着 您不信您去问问周围的河南朋友啊 八九不离时 还都耗这口 咱先从胡辣汤聊吧 早年间 我去河南玩去啊 那会儿 还有那个路边汁的摊 卖早点的 那个不到七点 我就火急火燎的 跑到一个摊上 有朋友说他们家地道啊 哎 不过得赶早 等到八点多钟 九点就不剩什么了 哎呦 我一去那场面啊 我到现在还记得 一群人排着长队啊 有的端着饭盒 捋的那种啊 上下两层 底下可以装点汤汤水水的 上头放着油条包子 有的双手揣兜 等着打好饭 坐路边直接吃 摆着几张方桌 不过大家都伸长了脖子 往前瞅啊 生怕排到自己的时候 什么都没了 最前头呢 是几张拼在一起的 那个长桌 上头支口大锅 一个男的戴着白帽子 白套袖 白围裙 拿根长筷子 扎着那金灿灿的油摸头 其实就是北京油条的 那个迷你版 旁边呢 还有一个小点的煎锅 里边是皮和底煎的都是 金黄色的那个水煎包 桌的另一边是位女同志 这位大姐一手拿着长木刷 从锅里一捆 另一手抄起一白瓷碗来 快速的把汤倒进碗里 然后再从眼前这个盘里啊 抓把香菜末往汤上一撒 嘴里还得吆喝着 不要香菜的那提前吭声啊 你瞧 然后呢 端着汤的人走到旁边 要根油条 油头磨 水煎包 或者什么菜脚啊 找地方坐下 一桌子上能坐四五个人吧 也甭管认识不认识 凑一桌子上吃了 哪敢香啊 等好不容易排到我了 哎 只剩这么个锅底子了 给我盛饭那大姐还说呢 剩点滴的啊 多给你快点 旁边一哥们说可愁了 底的东西可多了 我一看 这胡辣汤啊 颜色有点像老北京那个油面茶 黏黏糊糊的样子啊 又有点像那个炒肝 不过比炒肝稀点 里头有那个海带丝啊 碎粉条啊 豆腐皮啊 还有羊肉的碎肉 还有小块的面紧 面紧呢 把肉汁都吸进去了啊 嚼着倍儿香 汤味那叫一个耍 胡椒味特别浓 还有羊汤的那个鲜味 您要是觉得喝到最后 嘴巴里边有点太麻了 您可以加点醋进去 啊 一个是肉汤就不那么腻了 再有就是您不会觉得太麻 太辣 我看旁边的人都是用那个油摩头 蘸着汤往嘴里送 还有的呢 就干脆把整个油摩头泡到汤里头 就那么吃 河南的这个胡辣汤啊 算是我吃过的早餐里边 口味挺重的了 啊 可就这样啊 还有人紧着往汤里边下辣椒 哈哈 不是辣椒面啊 这用那个油炸过的那辣椒 闻起来有股羊油窜鼻子 这么个香味 啊 我瞧人家吃 自己都觉得辣的上头 就那么辣 说到这儿 我想起前段时间啊 上网 看那篇文章 这文章的名字呢 叫 胡辣汤 治好了于谦的感冒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哪个标题党 是吧 我前段时间确实感冒来着 好些咱们签到的朋友还留言关心我 那在这儿我谢谢大伙啊 就说咱们给大伙道个谢 反正我看了这标题挺好奇 我就点人家这一瞧 原来啊 是这么个乌龙 人家这里头那于谦不是我 啊 是那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那位大功臣 那位写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那位传奇的于谦 现在那个学校课本里还有摊的这个名片 石灰银吗 很荣幸啊 能和这样的传奇人物同名 我也是因为崇拜 我听我父母跟我说 就是因为崇拜那位于谦 所以父母才给我起的这么个名字 咱们还说这位传奇人物啊 这位于谦算是个官二代 从小家里管的严 人家自己也用功 15岁就这首读名人著作 啊 什么诸葛亮啊 岳飞 文天祥这些人都是他当时的偶像 那么等他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呢 也是勤政挨民 按照历史上的套路 自然那是得罪了不少人 是吧 这里头为首的就是当时全清朝野 叫王震的这个大官 王震是谁呢 他原本是个教书先生 可放着好好的这个基层公园不多啊 非得去公里上班去 而且据说是自公的啊 就是您都明白啊 自己给自己一刀 为了仕途这位也就是拼了 不过呢 人家的付出也得到回报了 明英宗听宠他 只要是王震看着不顺眼的人 基本上都被整得死去活来的 据说有一次啊 于大人进京面生 朋友劝他给王震带点礼物 走动走动 你想他呢 不敢 绝不能这向恶势力低头啊 就因为这点小事 就被王震陷害了 关监狱了 哎呦 差点没被处死 后来呢 还是山西河南两地的官员 啊 还有这个群众游行 抗议 才免了这位于大人的死罪 当时的群众 为什么那么爱戴于大人呢 啊 他勤政爱民呢 啊 他在河南做官的时候 有一次到郑州视察 恰好是他生日 那要搁其他的大官 好不容易过个生日 那不得摆上几十桌酒席 多请点人来 最起码红包得收到手软吧 这位于大人不是啊 只是溜达到路边 在一个名叫胡记的小饭馆里 喝了一碗热腾腾的汤 香喷喷的高汤 里头有好些个 又麻又辣的香料 再加上碎肉丁 面紧豆腐皮海带丝 啊 虽然是卖像可以说是一般吧 可就是这独特的味 让于大人记得特别老 后来又有一次 他从山西出差回河南 熬夜通宵办公 旅途劳顿 让他又累 又有点小感冒 没什么胃口了 这时候就突然想起 之前这碗胡辣汤的味来了 啊 也甭管什么时候吧 连夜去敲这胡记的门 老板一看 大半夜的怎么又官兵来店里了 我没犯法是吧 哎 听完了 这于大人 这来由 啊 原来知道了 于大人又想喝汤了 喝 赶紧挽起袖子 添了足足的料 是吧 恨不得亲自给大人端着去喝去 这说来也奇怪 于大人喝了这碗热腾腾的胡辣汤以后 全身大汗 什么疲劳感冒 不舒服 乱七八糟 这种感觉 一扫而光 啊 他觉得挺痛快 也不用吃药打针了 喝碗汤就好了 包了点银子 让手下给这个胡辣板送过去了 还顺道烧了句话 大概意思就是说 此汤甚好 可以用你姓来命名 并推广 胡罗满收的银子以后 就对于大人感恩不尽嘛 是吧 就把这个汤起名叫胡辣汤 以后的生意也就越做越红火 这其实 关于这胡辣汤的起源说呀 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是吧 也有人说这胡辣汤是韩裕发明的 就是那唐宋八家 韩裕 这怎么说的呢 就说有一次啊 他作为这个行军司马 和这个宰相裴杜 班师回朝 当时天特别的冷 刚打完仗啊 本身就累 累的都不成不成的了 这又得挨着洞 受着饿 韩裕坐不住了 急的到处溜达 溜达溜达 就瞧见装着战利品的这马车呀 里头这金银珠宝 不匹粮食 这又往这边一看 突然瞟掉了几点东西 什么东西呢 胡椒 估计这韩大人应该是略通医术 起码了解胡椒的功效吧 就叫人把胡椒磨碎了 夹到牛肉汤里头 再找点现成的零碎菜吧 那么豆腐丝什么的 就熬一锅汤 大家一喝 都觉着浑身这个畅快 不但不冷了 好像还都不怎么累了 就跟喝了红牛似的 吃了十厘价一样 满血复活了 他的领导陪相 看着眼前这景觉得挺带劲 就亲自给韩玉发明的这道汤 起的名字叫胡辣汤 其实还有什么 小太监献给宋徽宗的 什么颜念易寿汤啊 颜松讨好皇帝的这个玉汤啊 这些说法 各种各样的版本吧 您要是感兴趣 您可以搜搜 都挺好玩 不过呢 为什么关于胡辣汤的 起源会有这么多种的说法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 胡辣汤一直都是民间小吃 就没怎么上过正八点的史书 不过呢 宋朝有本叫 太平会民合计局方 这么本书 据说是全世界第一部 官方编写的药书 这里头提过 当时很流行的做法是 在食物里头 一般就是跟这个肉粥里边 加点辛香的药物 有益于气血通畅 还能醒酒消食 估计那会儿的这个食物 就是胡辣汤的老祖宗了 所以说这胡辣汤里的这个辣 是胡椒的辛辣 而不是辣椒的辣 所以喝胡辣汤完全不用担心 长豆啊 上火什么都不用 说不定喝完这个通气血的汤 脸上豆反而下去了呢 是吧 这都保不齐 虽然河南人一年四季都把这胡辣汤当早餐 不过我觉得这个汤比较适合冬天喝 您想啊 冬天多冷啊 要是一早上 您就能来碗这热气腾腾的这胡辣汤 我觉得一天都能暖和和的 不过挺可惜的啊 我在北京好像还没喝到过特别正宗的胡辣汤 之前古楼那边还有一家叫惠面王的河南饭馆 前几年也关门了 有河南朋友说 做河南菜啊 费时费力 又卖不上什么价钱 挺难的 您就比方说吧 要想做一碗正宗的胡辣汤就挺耗功夫 首先得用这个骨头汤 起码是熬了好几个小时的啊 用这汤 这叫高汤啊 用它做底 熬出来的这个胡辣汤 这才能香 有个做厨师的朋友就曾经和我这么说过 说很多餐馆里头啊 都是用鸡骨头猪骨头之类的熬一大锅浓汤 做菜的时候添点进去提鲜 然后呢 根据不同配方 有的只加这个胡椒 生姜 八角 肉桂 这些挺基础的佐料 有的呢 还得加这个三四十种草药进去 用个纱布 把佐料包好了 扔到锅里煮 碎膜呢 不会漏到汤里头 再从另一个锅里头 把炖的香喷喷的 大块的四方肉捞出来 切碎了 和面筋粉条 豆腐皮 海带丝 你把头一起倒进高汤里头 再把这个面签 慢慢顺着锅边倒进去 搅这么一会儿 最后再加点五香粉之类的调料 撒把小葱的碎末就能出锅了 传统的做法呢 这个面签比较讲究 现在不少人家里头 自己在家做胡辣汤的 都是用买好了的那个面筋块 和调味包 一搅和就算得了 要过去不成 那得是用这个淡盐水和面 揉成面团 再往这里边不停的加水 洗 洗出这面筋来 那么洗面筋这水呢 就是吸淀粉壶 颜色像是乳白的花生姜 就是后头用的那个面签 这种做法做出来的这个面筋啊 更筋道 胡辣汤也就更粘稠 在汤里加草药的这种做法 和老北京卤煮 其实也是这么个路子 有不少家做卤煮的 也能加进点草药成分 只不过呢 每家在汤里头具体加什么 这就各不相同了 所以河南不同的地界 也有不同种的 胡辣汤的做法 这里头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派系啊 您像是这个 北五渡胡辣汤 北五渡镇 就在那个 洛河市武阳县北边 有两千多年历史了 在明清两代算是非常繁华的地儿 地理位置好 有北五渡日进斗金 九门九关小北京之称啊 这里有好多知名的小吃 像卷子磨呀 羊肉烧卖呀 酥油火 然后糯米元宿这乱七八糟的 最有名的还得说是胡辣汤 比起其他地方的这个胡辣汤啊 这儿的胡辣汤颜色更深 汤更浓 它用的是羊肉高汤和羊肉块 那么中药味和辛辣味不是特别明显 味道相对柔和一点 人家当地还给胡辣汤起了一个很雅的名字 叫八针汤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里头得加了多少名贵食材啊 这是 其实啊 这八针是指里边这个东西多 除了羊肉面具 海带丝 粉条 豆皮 花生米 胡椒粉 姜末 这些东西还会根据不同的食量 加不同的菜 比如末啊 黄花 菠菜啊 这些东西 这儿的胡辣汤呢 还有一种特殊吃法 就是可以和豆腐脑混着吃 一样拌碗 两叉 那豆腐脑呢 应该都吃过 是吧 就是用黄豆做出来的那滑滑的 软和的那个西豆腐块 啊 有股的清香的那么个甜味 正好可以和胡辣汤中和一下 嫩豆腐味和辛辣的汤味混在一起 你想吃着也是挺有感觉 另外一个名气也挺响亮的就是 逍遥镇胡辣汤 逍遥镇这名字听起来啊 是不是觉得挺自在 是吧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吗 是吧 这个镇在周口市西北五都镇华县 这边的胡辣汤里的是牛肉 还是肉丁 除了基础的食材 还有花生和干黄花菜 加了不少中草药 啊 这个 这味道啊 可能相对更辛辣 更香浓一些 河南大南边的信仰 这边的胡辣汤 这就不一样了 有的用牛肉 也有用这个半肥半瘦的猪肉做的 汤底是猪骨头 而且里头还会有这个红糖和鸡蛋 用的不是红薯粉 是绿豆粉条 看在这儿有朋友就问了啊 听您说 胡辣汤是不是都挺重口啊 您说万一我要是不能吃辣的 我还想尝尝这种特色的胡辣汤 我怎么办呢 您听我接着说啊 其实胡辣汤还分肉的和素的 上面咱说的这几种啊 都属于是肉的 哪类肉配哪类高汤 那您就比如开封啊 就有这么一种素胡辣汤 提起开封啊 您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包大人了 是吧 铁面无私便中间的包整吗 一直都是开封的代言人 看了挺多关于他的电影和电视 可总觉得里头怎么没展示一下 包大人这日常吃什么美食呢 哎 因为开封啊 作为几朝古都 里面除了很多名胜古迹美食 那也刚刚的 您比如灌汤包 啊 桶子鸡 还有花生糕 绿豆糕 双麻火 然后好些糕点 感兴趣的朋友 下次您去开封 可以去鼓楼这个夜市啊 满坑满谷的小吃 您去选一选宅一宅 挑您爱吃的尝点 哎 这有点跑题啊 这一聊吃的 我就想把知道的都抖了出来 生怕你们错过点什么 是吧 咱们不说别的啊 你这这这好像我说了 你各位就能吃着似的 咱们接着聊胡辣汤 开封的这胡辣汤 就分肉的和素的 其中素胡辣汤 没有肉 颜色呢 像羊肉汤那种 淡淡的 胡椒用的也是白胡椒 磨成粉加进去 啊 还有些养生提味的药材吧 这种汤被称为养生胡辣汤 如果说我这完全不能吃一丁点辣的啊 又想尝尝胡辣汤这味道的朋友就可以试试这种素胡辣汤 还有一地方 也有素胡辣汤 就是河南的乳州 平顶山底下一个县级市 这边的素胡辣汤呢 这个煮锅特别有意思 用个一米多高的煮筒 支起来的锅个 两头粗中间细 像是少数民族打的那个腰骨 啊 锅压一圈是塞满了配菜 金黄的鸡蛋丝啊 翠绿的豆角段 红红的辣椒丝 蛋黄的豆腐丝 还有这个白绿色的葱丝 配着乳州特产的粉条 这边因为土地适合种红薯 过去很多家收红薯啊 手工压成粉条 吃起来特别的筋道 盛上这么一碗 色香味俱全的胡辣汤 撒点香菜 放一小勺醋 喝着 那就要一个美 就聊起河南菜啊 有的人觉得挺奇怪 按说 作为几朝皇帝待过的地方 菜应该是很讲究啊 可从这胡辣汤里 就瞧得出来 其实挺随意的 是吧 也有的朋友说 河南菜不精细 比起那些摆的牌里边 要啥有啥 要样有样的那几个大菜系 有点中不溜 哎 可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河南的近代史 您就能明白 这地方经历的战争 自然灾害不断 闹过不少的灾荒 像是那电影 1942里演的那样 大批大批的河南人 拉家在口的逃荒 所以呢 河南人 其实都挺务实的 就像他们爱吃那会面一样啊 一碗面里头 有汤有面 有肉有菜 吃不饱 还能就着火 着馒头吃 滋补 又养生 经济 又实惠 那么顺着这话头呢 咱们就再说说会面 会面 面古时候叫汤饼 宋朝那会儿 还是在非常繁华的这个汴京 也就是开封啊 有这个叉肉面 大凹面供应 也就是说羊肉会面的前身 会面的这精髓啊 首先得要筋道 一般会用这个精白面粉 对点盐 碱 和面 揉啊 死白裂肉 然后再就是熬汤 得是上好的鲜羊肉啊 反复浸泡 才下锅 然后撇干了这个血沫子 有的还得加进点 劈开了的这羊骨头 露出骨髓那种啊 再放大料 煮个至少五个小时以上 熬出来那个汤啊 白白亮亮的 像牛奶似的 然后呢 再把醒好的这个面 拉成薄条 啊 得有这个两指宽吧 那还有的面馆还会这个 专门让师傅表演 拉会面的这么个过程 俩手一边抖一边扯这面 扯的呼呼呼风响 是吧 这场景好看 不过这面呢 必须得是活得特别筋道 这面 不然一拉断了 那闹笑话了 据说最早的这个会面 是被李世民和武则天带火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 唐太宗 李世民嘛 他登基以前 在一个寒冬腊月的日子里吧 患病了 落难了 暂时住在一个农户家里 这家主人呢 把院子里养的这个 四不下 也就迷路啊 给他炖了汤了 和了点面条 扯巴扯巴下进去了 李世民浑身通畅 吃完这碗面病也好了 所以登基以后 派人找到这户农家 赏赐金银 还让他在宫里边 御厨学习这道菜 到最后武则天也喜欢吃会面 不过因为这 迷路本身就稀少 老用迷路做也受不了啊 所以慢慢的就用山羊代替了 就成了羊肉会面了 据说慈禧避难山西那会儿 也经常吃这个会面 滋补身体 那皇帝女皇都喜欢的面 当然就被这民间的 那就一通追捧呗 可是说实话 老百姓也不知道 具体的菜谱到底怎么着 只知道高汤配肉 海带青菜豆皮 所以在这些的基础上 每个地方都是不同的做法 最近一次去河南演出 我还尝了一种呛锅会面 把这生羊肉在锅里炒的半熟 再加上高汤下汇面 出锅以后 只放青菜和香菜 这么做的肉更香 更入味 据说现在挺流行 还有的商家呢 是汤底子里边 这个琢磨法子 你们比如说加点鲍鱼 鱼翅 海参鹿绒 东冲夏草 是吧 还有专门定制 这个定制款会面 起步价一碗一百八十八 我觉得吧 这有点背离了老祖宗 发明会面的这初衷了 也就是个高端噱头 会面最开始 就是为了让人吃饱了 价格亲民 所以对配料汤底 都没有这么多的讲究 其实也就是个 中不溜的个性 让河南菜 虽然不那么精细 可是却让人觉得 特别的接地气 吃饱了 吃好了 才是最带劲的 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礼啊 得嘞 今儿又聊吃了 从苦辣汤聊的会面 这期呢 时间也差不多了 咱就先聊到这 也欢迎大家在后台 给我们留个言 咱们说说 您想听什么 您喜欢的河南菜 都有什么 没准就让我看见了 咱们就就这话题 咱们就往下聊下去了 得嘞 今儿就到这吧 咱们下回见 咱们下回见